在台灣裡面 最常見的症狀 前三名裡面 大概佔了六成左右的人 會這個樣子 尤其是失眠以後 有一點年紀 就夜尿 起來等一下上廁所 等一下又起來上廁所 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會 是的 其實夜尿很多 這個跟磁激素降低 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磁激素降低的時候 我們膀胱保護的這一層 比較薄弱一點點 所以就很容易受到矽靜的攻擊 所以相對的 就非常容易陰道炎 膀胱花炎 我之前是看我媽媽更年期的時候 會熱潮紅 就明明可能天氣已經涼了 不是那種夏天很熱 她可能從外面 就進家門之後 就一直很熱 就是可能拿扇子這樣一直扇 而且我媽平常是很養生的人 是不喝冰水的 那一段時間就常常幫她倒冰水 而且還要加冰塊加滿的那一種 因為就是太熱了 除了熱潮紅 會不舒服 脾氣暴躁之外 就可能明明我就跟媽媽說 晚餐我不回家吃了 妳不用準備我的 她也知道她當下也說好 但是我可能八 九點回家的時候 看到媽媽 就是坐在餐桌上 看著那個菜就說 我準備了一桌菜 都沒人吃 然後就已經很會有心的小聚場 然後就好像快要流淚 然後我想說 妳演哪一出啊 我不是已經跟你說我沒有要回來吃飯嗎 就是情緒很容易很低落這樣 是 剛剛紅毛媽媽也講到啦 就是情緒低落或是暴躁 真的 而且為了戒題發揮 其實我跟乃馨是高中 高中跟大學她都是我的學妹 我跟她真的是幾十年好交情喔 就我更年期的時候啊 她只講了一句話我不喜歡的話 我就把她封鎖 然後呢 她不曉得被我封鎖 她在大陸馬的鑰匙一直工作 她一直跟我道歉 道歉 道歉 結果有一天我把她一解鎖的時候 我突然讀到她的訊息 我就說 喔 我說沒有啦 其實我沒有在生氣了 可是她就說 是一句很小的事嗎 她就說 妳不要中了撒旦鬼祭 常常這樣生氣 她會對身體不好 其實對我是好的對不對 對啊 結果我這樣一句話 我就把她封鎖了 我說我就覺得 妳沒有體諒我現在的感覺 怎麼還這樣說 對 就莫名其妙啦 就像我國中的時候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偷交男朋友 被我媽發現 然後我就有點爭執 我就跟我媽說 妳不要落裡巴說啦 我會叛逆期耶 結果我媽就狠狠的這樣看著 我就說 看誰狠 對 然後可是小時候不... 就會覺得更年期是不是生病了 但是當然現在長大了 才知道那個是一個過程 從女人變成 對,一個過程 好會說 妳小心哦 一句惹火了 我剛剛看 我媽媽胡蒙媽媽等一下封鎖我 真的 我們都會經過的 對 真的 我真的覺得 跟年期的媽媽她們 情緒好像會比較敏感 像我自己是 我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在住校 高中生也差不多就叛逆期 結果後來就到 就是不回家的 隔天回來上學的時候 我想說 老師妳怎麼知道我沒有回家 就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媽媽情緒低落 就跟老師哭對不對 對,我媽情緒低落到 就是直接打電話給我的班導師 然後 哭訴 真的哭訴說 我女兒就自從去讀了 你們學校之後 她這個叛逆到不行 連家都不回了 然後哭爆 妳所有的學校下水耶 對 我真的 但其實真的也就 就也沒什麼事 就我真的 就不想回家 就不直接單純 就想出去玩 我媽也是啊 她就是很易怒 然後一直碎唸重複的事情 然後唸到我們都也是不想理她 然後她就會更神奇 就覺得 你看,妳都不回我 妳都不回我 妳就不覺得妳都一直念樣東西 我到底要回什麼 我也不想理她 可是她有個朋友 她是很憂鬱的那種 他們有一次是全家要去陽明山玩 他們就開車上山後呢 她突然就是覺得胸悶不舒服 她就說 我要下車 然後她就開始很憂鬱很憂鬱 她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她就說 對 我們聽起來比較像卡到陰還是什麼 山上的路上 山上的路上 可是確實 是不是有人在跟她招手 她還要帶她走 她之後去看醫生 然後就是有吃一些 好像就是藥吧 服水嗎 抗憂鬱的藥 服水 吃一些算是 而且是秀慧姐條動 怎麼可能 荷爾蒙的藥 就比較穩定了 所以就是更年期的狀態 讓她非常地憂鬱 就是荷爾蒙浮動 對,她就會突然就很兇悶 然後很想要結束這一切 妳她這樣一講 我也在想 憂鬱症跟更年期到底 感覺症狀好像是 會有點類似的 每次去憂鬱症也是有荷爾蒙的問題 其實精神神經症狀裡面 佔更年期症狀裡面的 非常大的部分 其實更年期最大的問題是 很多人沒有發現自己是有 對 她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她是憂鬱症嗎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她會覺得說自己 感覺上我就正常的 只是你們對我不好 你們對不起我 你們對我不關愛 等等都是這個 都是別人的問題 都不是自己的問題 直到有一天發現 奇怪了 怎麼世界上都有朋友了 只剩要我自己 那這個時候才發現到 可能是有這個畫面的問題 要找醫生 所以大部分的 這個更年期症狀的人 大概三層左右是找婦產科醫師 大概一層左右是找精神科醫師 來做協助 對的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未來在面對更年期的時候 你們有要怎麼做嗎 希望另外一半怎麼做 希望另外一半就離我遠一點 保持距離 對不對 沒事吧 比較安全 可是妳不會同時又覺得 她那個焦躁不安 或是覺得沒人愛或不受重視嗎 我覺得如果她來煩我 我可能會更煩耶 我覺得我是屬於這一派的 可是她如果我們不關心妳 妳不會既有小劇場 我自己會去找外面 去外面尋求別人的關心啊 不是 妳要不要看一下 妳要不要看一下第十三個 性欲減退 對 而且妳要再看第十四個 什麼 性就是疼痛喔 所以妳就不會想去找別人 沒有 我是要去找醫生 找醫生 對不對 我就像之前看媽媽他們 就是更年期的時候 很不舒服 就是因為 他們可能也沒有意識到 自己已經是更年期了 所以如果我覺得 我們今天有吸收到這些知識的話 就是當我們年紀差不多的時候 有一些症狀 就是要去找醫生 然後尋求協助 妳好正面喔 對 我反而希望我老公都陪著我 我想說就是老公可以陪著我 陪著我一起背痛 陪著我一起嘲諷 就是更有通能力 陪著妳嘲諷 陪著妳 可能沒辦法陪妳嘲諷 所以妳可以帶她去沙漠 在一起嘲諷 沒有 因為小哈哥一直都在嘲諷 嘲諷 滿熱的 其實像我現在是跟妳一起 我個人現在的狀況 我是覺得 就自己去找開了 或是像我今天出來上節目 我可以吸收到很多的知識 回家我就變成一個 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 而不是一直在小孩子跟 老公身上一直打仗 對 整天在家裡 就會一直很憂鬱 對 而且女孩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小孩有沒有收拔手 長大有沒有 拉拔大 然後有一天 他長大會憂鬱 我前一陣子就快掉眼淚了 因為我想一想 我兒子明天要到美國去讀書 又有疫情 又有種族 其實很多很多的狀況 可是我要追蹤他 因為他要出國 好 那我如果走了以後 爸爸工作也不在台灣 那麼大一個家 就變成到時候來救我一個人 而且這個孩子出去以後 有可能不回來了 有可能 因為他在國外 他就喜歡那邊 我也得尊重他 到頭來我一個人 那個會 眼淚又掉下來 濕落 然後貝克宇就幫我擦眼淚 媽媽 我沒有說我不回來 讀書幾個月還可以回來 我說可是幾個月 媽媽沒有你 這個正中是第六條 對 第六條 覺得沒人不受重視 但沒關係 他第七條 馬上來健忘 他就忘記了 貝克宇宙 你到底在幹嘛 我跟他有什麼難過呢 所有都接在一起 會有那種憂愁感 再來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現在 大家都是壓力很大 任何的症狀 任何的疾病 都在提早年輕化 包括更年期也是 所以如果更年期提早報到了 該怎麼辦呢 大飛 現在是不是有更年期提早 有 因為根據台北榮民總醫院 這個婦女醫學部表示 一般而言 更年期都是發生在45到55 剛剛李理事長也有講過 早發生的庭經 則是都會在大概40歲左右 以前就會庭君 庭經了 這個比例是 比例很高 其實比例是不低的 很高 你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 佩儀姐調整 這個跟年期的心態還滿好的 很棒 因為我也是從40幾歲 就要慢慢一路過來 又失去媽媽 然後現在小孩子大了 我真的開始要空巢了 那我要怎麼樣去面對我的人生 我不能用悲觀 我覺得一定要用正面的 去面對這個問題 對 然後讓自己怎麼樣開心 怎麼過 是 沒錯 那我媽媽 那時候妳怎麼調適妳的心態 其實我覺得姓竹的好處 就是可以唱詩歌 我唱詩歌曾經唱到 然後泡澡 讓自己放鬆 現在唱歌時間提早了 而且是在浴室1點到3點 以前是唱到5點到7點 浴室1點到3點 半夜嗎 妳邊洗澡邊唱嗎 對 我都是一邊泡澡 一邊放音樂 然後一邊敬拜這樣子 那妳的皮膚不會拖一層皮膚 然後在裡面拿起來 歡唱時段有減少 像我身上就佩戴這個秀西瓶 我裡面就放橙花跟苦橙葉的精油 因為它那個香氣就是 可以調整心情 平靜一點 對 會平靜然後快樂一點 了解 就要找到自己的方式 是 那也要問一下李李市長 就是正確地面對更年期 第一步要是什麼呢 妳們花系列的人 花系列 這位很能幹 到了40歲以後 二十 二七 這樣要開心的時候 那這個可能先生要加油 生育過後 你的信譽是真的會明顯地降低 你這是一個物盡天責的一個 你本人是沒有這個困擾 我是 都一直很喜歡 大剪半身 大開 還是我等 你也算是一個 獅子大開空 真的 真的 那也要問一下李李市長 就是正確地面對更年期 第一步要是什麼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有些情況並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量 可以把它克服的 所以我們知道 大概我們跟妳健安協會 有提到三不五時 那就要 愛要及時 愛要及時 對 是的 就要注意 例如是說 你一週裡面 有三天睡眠不到五個小時 那一定要注意 或者是你一個晚上 起來上廁所超過五次 或者是覺得自己非常疲憊 自己覺得生不如死啊 那這個 心情推上超過兩個禮拜 那這個時候不注意的話 沒辦法改善 那或者是說 你本身覺得 老是陰道發炎啊 或者是說 你本身發現到說 有特別的 這個不正常的出血 那這個時候就要趕快 就讓醫生來做這方面的檢查 那這個可能都有一些病兆 我們要特別來解決才行 那第二個就是一定要有好朋友啦 我想更年期 大概有四成左右的更年期的婦女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 他是更年期到的 對 他因為現在社會把 就是說你是更年期 意思是罵你 你情緒不穩定 心意力不好 欠錢會不緩等等 老師會有這種不正常的觀念 貼到這個更年期的婦女生 這樣不好 所以四成的人 不讓人家知道 我是更年期 這我覺得沒有關係 每個人都會跟 對啊 就健健康康的跟年期 但不要用一個這樣的標籤 去貼人家 對的 結交朋友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後健康的生活態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好 好